儿童中重症个案不断的增加 大型医学中心急诊区不敢懈怠 除了扩大儿童专用专责病房 内部也细分了中症跟重症的病房 也设置了专用通道 显见医院为了迎接所谓儿童的确诊海啸 是真的要绷紧神经 我听到中央指挥官今天却说 病床手里不到一半 这也让家长一头雾水 认为跟他们在前线看到的怎么是不一样 不到五岁的小男童 虚弱的躺在妈妈脚上 额头还贴着退热贴 像这样的个案在医学中心户外急诊区 竟是随处可见 一开始有感冒 就是感冒嘛 然后就有脚痛 然后上了场 脚痛好像是比较特殊的症状 就赶快来急诊 医院太多担忧的家长 已经是急诊外常见画面 医学中心第一线调整动线规划 扩大急诊区 分成三区块二入口 快山阳性从前门进入 后门为成人户外诊疗区 中间则是右同区 后送部分在扩大 儿童专用专责病房 甚至全部改成负压 里面在细分中诊及重诊病房 专用通道也是必须 但这样似乎还是不太够 第一线医护人力吃紧 连副院长也必须亲自到 儿童急诊第一线支援 这波的疫情整个急诊 儿科的个案真的就是如海啸一般这样涌过来 那我们我们在林口急诊 儿童急诊一天可以看到一百六到两百个个案 病床不管是我们的专者病床 或者我们的ICU的使用量都不到一半 那我们持续还在扩中中 医院端狂接确诊儿童 但中央却说病床使用率不到一半 导致家长们对政策极限况也是一头雾水 尤其如果小朋友持续高烧不退 最担心致死率高的脑炎来敲门 小儿科拉警报如何让中重症 幼童个案数及死亡数减少甚至归零 除了考验各医院量能 中央配套措施的完整度也是重重之重 记者江振居刘一璇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